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終於做出了...也算做出吧 就是召喚出四隻蠶蠟 我後來去求證一下 它應該正確來講是蠶蠟才對,不是青蛙 所以說我們召喚出了四隻蠶蠟 那我通通用這個Golden Lasso給它抓起來 然後也成功用腐肉繁衍一隻 它就跟那個狼跟三貓一樣是可以飼養並繁殖的 那我們今天要做的事情非常簡單 我沒有設定太多目標 主要就是讓蠶蠟變成我的幽獸 那好像有觀眾說是屎魔 屎魔這個翻譯也不錯啊 反正呢就是讓這個蠶蠟變成我的仆人 然後蠶蠟附加能力再提一次就是可以讓這個 往後用這個Friture藥水的能力 應該說可以有機率釀造出比較多的藥水啊 譬如說之後會有一個Friture自己專屬的特殊藥水釀造台 那普通來講一次只能釀造一瓶 但是有些方法可以讓你有比較多的機率可以釀造出第二瓶甚至第三瓶 那這個殘除的雍獸就是其中一個方法 那另外一個方法就是穿Friture藥的專屬裝備 那在進行這個綁定之前就是這個 這個雍獸 這個仆人儀式之前的話 我們還必須要召喚一隻Demon 就是惡魔 那為什麽要召喚Demon呢 我們可以來 先打一下Friture 我們看一下Circle Magical 那我們今天要做的事情就是召喚Demon 先召喚Demon 然後可以看到這邊Ritual of Summerlin Circle Magical 就是召喚一隻惡魔然後來跟它進行交易 那為什麽要做這件事情呢 我們再去找一下那個 綁定屍魔的東西 看一下Ritual of Binding 就這個Rite of Binding 就是貓頭因殘除或者是貓變成你的Familiar 那看一下其中一個材料是Demonic Block 那這個是惡魔之邪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惡魔之邪的話 Demonic Blood 它就是要拿一個Demon Heart 就是惡魔的心臟 來去蒸餾出來 還蠻神奇的 居然是蒸餾出來的 那這惡魔心臟就是要去跟這個 惡魔進行惡魔的交易喔 那除了跟它進行交易 你還可以選擇直接幹掉它 但是呢 召喚惡魔必須要用這個Circle Magic 就是圓形法陣 而且這個惡魔一召喚出來就是 非常的不友善啊 它會一直對你噴火球啊 那火球我們都知道了 Twitter最多就是這種樹啊花花草草啊 有火的話就會燒起來 然後就一發不可收拾啊 所以召喚惡魔的時候要非常地小心 這個可不是開玩笑的 所以說呢我特地蓋了一個地下室 可以看到這邊有個電梯 我們蹲下 就在原本的法陣的下面 又另外挖了一個空間 然後呢就是用一些比較暗色系的東西 蓋起來 然後我挑選這個黑鑰匙 應該是有一點點防暴能力吧 那就算你擔心會沒辦法防暴的話 你可以用這個 Warder 這個Warder 這個叫什麼 反正呢就是這個保護方塊 我用這個 你可以把整面牆通通保護起來 那我是只有保護玻璃啦 因為我相信兔火球應該是不可能炸破黑鑰匙 頂多就是這些石頭跟玻璃可能會有點危險 但是我就是用這個把它保護起來 應該是不可能炸破啦 你可以看到這個完全挖不破 所以說呢今天我們就在下面畫上一個 新的法陣然後來召喚我們的Demon 然後有了Demon之後我們就可以練出惡魔之血 有惡魔之血我們就可以有Familiar啦 所以我們先來做一些粉筆吧 那我記得我已經把 才要都準備的差不多了吧 那 召喚這個惡魔的話我們再看一次這個Summering 那你可以發現它其實召喚惡魔有兩種形式的方法 第一種是拿村民 這個一種犧牲召喚的概念 第二種的話就是沒有靠村民 而是靠這個 充電過的RTune Stone 然後呢 它是要用紅色的粉筆化成一個最大的法陣 所以說我們必須要做一些紅色的粉筆 我有這個這個還有這個Moth 一次做兩隻應該是夠的 然後再搭配這個黃金粉筆 我是想說地下室就是專門來召喚一些比較危險的法陣 所以說我可能就是只用這個紅色粉筆就可以啦 我們一樣再量一下這個距離 沒意外的話應該是這樣子 1 2 2 欸 這邊有一個燈光 3 4 5 6 7 好 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7 那這地下室因為都是按色系方塊 看起來很暗 那其實它是很亮的 我們按F7完全沒有任何XX 但是因為我用了一個就是Thuncry的那個燈嘛 奇數燈 奧數燈 不知道把它放在哪 我只擺了一顆燈 就把整個Witcher裡的法陣跟基地通通照亮了 非常方便 因為它是用範圍取 它是取決於範圍而不是連貫的範圍 就是即使是有強組的地區 它也是可以有辦法照亮 像是這個地方跟外面是隔絕 但是它偵測到這邊是暗的 它就會產生一些發光粒子在這邊 還蠻方便的 有時候很方便 有時候也很不方便 就比如說如果你想要蓋個暗式生怪房 它就會很雞婆幫你照亮 所以說要看情況使用 所以最腕圈一樣是這個 邊長為七的結構 然後四個角落就這樣直線連接起來 這樣子就對了 然後我不曉得要不要再繼續畫下去 因為目前召喚惡魔其實只要這個就夠了 不然先這樣子好了 那其實 你做好 你畫好這些法陣的這些粉筆啊 你是可以進行這個暫時性回收的 我記得它有一種特殊的法陣 可以把這整個畫好的一次通通儲存起來 然後儲存到哪裡去呢 我們可以換一看一下這個Fritory 它有個道具可以暫時儲存這個法陣 就是這個 Yeah, Circle Talisman 用這個玩意兒搭配一個法陣 它就可以把你畫好東西通通存起來 然後呢 你就是搭配不同的組合嘛 然後你想要用哪一種法陣 就是暫時把這個放回去 然後用完之後再把它收回來還蠻方便的 不過我目前沒有用到那麼多法陣啊 所以這樣子應該就OK啦 然後我這黃金粉筆好像忘記畫了 我已經畫過了 其實我夠聰明的話 可以在這個下面直接用那個電梯 好像不行 電梯上面只要有東西擋著 就會失去作用 好吧 那我們先來準備召喚惡魔的材料 咳咳咳咳咳 咳咳 可以看到它Refund Evil Blazeron Anderpro Artoon Stone 這幾個我們都做過了 還沒有做過的就是這個Refund Evil 所以我們可以來稍微看一下這個Refund Evil怎麼做 很簡單就是要Diamond Vapor 搭配Gaster 然後Diamond Vapor 就是拿著 然後Diamond Vapor 然後呢 加上一個鑽石 然後這個就是我們上一次有做過這個 因為我們要做這個東西嘛 所以已經有一些出來啦 這個破英文啊 這個千萬不要輕易嘗試念英文阿 呵呵呵 反正呢 有蚊子給大家看這個NEI很好查的 最少放上這兩個東西我們就可以組出一些這個 蒸餾出一些這個Diamond Vapor 有了Diamond Vapor之後 我們就可以再萃取出這個Refined Evil 所以說我們來看一下它萃取如何 它萃取需要時間啦 所以我們稍微等它一下 OK 我們已經組出這個Refined Evil啦 那我們來確認一下我們需要的材料 其中一個是Charge過的R2 Stone 所以我們要先來做一個Charge過的R2 Stone Reach of Charging 這個我們之前有做過就是拿一個R2 Stone 螢光粉、紅石、Wood Ash跟QuickLive 搭配2000點的能量 所以理論上我的材料應該都有 所以說我們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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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開了 那順便提一下如果你丟的材料 或者是法陣的組合是錯誤的 通常你一點下去它就會提醒說 Unknown 就是未知的法陣 就是它找不到符合的東西 所以這時候你就要檢查一下是不是有擺錯或者丟錯材料 所以說我們現在能量非常充足 那我們就看一下 可以準備來召喚惡魔囉 這個 它也可以召喚那個凋零怪 1、2、3、4、5 5種材料 1、2、3、4、5就是這5種 所以說我們下去準備來召喚了嗎 哎呀我們把這個火把打掉了 因為這邊夠亮了 我可能需要拿一些綠寶石 喔!我綠寶石超級少 這樣子的話 沒關係我去附近一個村莊跟村民交易一下 反正我們之後我會養蜜蜜 我們就可以靠蜜蜜來製造綠寶石 就不用再擔心了 再不然我們就要用這個人體煉成的方式跟這個村民 跟這個村民刨落一下 待會再回來 OK我們交換到了25個綠寶石啊 還算不錯 那我們既然有綠寶石 那就可以順便做一個Arthena 就上一集有說過用這個Arthena 來擊殺Future的一些特殊生物 的一些特殊掉落物的機率會比較高喔 所以萬事俱備了嗎 我們就下來看一下 再來確認一下召喚惡魔需要的東西 我們下有Refund Evil 有Blazra有 Enterpro有 RTstone普通版本 跟已經charge過了 跟3000點的能量啊 就是這5個東西 還要等下交易用這個綠寶石啊 然後呢 他還有提到一點就是必須要 保持7x7x4的方塊是進空的 那我們這個地底下有5層高應該是夠的 所以說我們就來召喚這隻D門囉 那順便再一提就是 如果你想要在室外 然後又要防止D門亂跑的話 你其實 欸有了 安安 和平幫我友善喔 這隻D門非常的和平啊 剛剛沒有講完 就是你可以用另外一種法陣可以來這個 困住它 局限它 如果沒記錯的話 好像是史萊姆球加紅石之類的東西吧 你就可以把D門給困在法陣裡面 它就沒辦法跑出去 但是它火球還是會亂噴 對 我在想它現在沒有主動攻擊我的原因 是因為我有帶這個 其實這個Sami Tinker Kami這個東西 雖然表面上是說可以 只是阻擋那個Creeper跑來爆炸 可是我感覺任何的生物好像都會變得有點呆呆的 所以說我們就來跟它這個交易一下吧 喔 鑽石啊 欸這隻居然是用鑽石交易也還不錯 那我們來 拿一些鑽石 我鑽石最多啦 呵呵 安安 你可以交換幾個心臟 噢一隻D門最多只能交換兩個心臟啦 好你可以尖刺2 呃火焰1 呃幸運啊這個不用啦 這個 這個我都可以辦法取得 Blast Protection OK你沒有用了 我還把你給幹掉啊 就是你可以用一個法陣就是Dismiss 就可以把惡魔給請回去 或者 你打它然後它就有機率會掉更多的心臟 開開開看 碰 啊啊啊啊啊 就像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 咖咪那個東西是會把這些生物都變成中立生物 呵呵呵 哈囉 噗 還會炸到自己 喀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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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平包容友善喔 欸 這樣就不和平包容友善啦 我要代替 代替誰承發你 打賊 我只是要打 打你 喀啦 欸真的有耶 第三顆心臟 不錯不錯 這樣我就賺到三顆心臟 所以大致上就是這樣子 小心它噴了火球 呵呵 而且如果你 如果 我在猜如果沒有這種東西的話 你一召喚出來 它馬上就對你噴火球 所以要很小心 那好啦 至少我們有金無險 拿到三顆心臟 我們就可以來烹煮一下這個惡魔之血啦 喔 它還可以做一些特殊東西 像是一個特殊的 特殊的雕像 似乎好像可以召喚什麼東西吧 還有 Devil Tongue Charm Even Demon Find Your Wit 好像可以讓 惡魔比較友善一點吧 或許 那我們可以拿更多的這個 Diamond Vapor 跟這個惡魔之血 那先拿一個去煮好了 其他兩個先留著 然後 等到煮好惡魔之血之後 我們就可以準備來綁定這個familiar了 但是我們要先來看一下 它還需要什麼才有 Tear of Godless 看一下 有 All Draw of Purity 我們來 這個是我還沒有去研究 OD OUR OD OUR 這個 就是用 Hothron去燒出來嗎 那應該是有才對 Yeah 剛好有 Magic 還有Diamond 需要一顆鑽石 然後最後就是Demonic Blood 這樣就完成了 總共五種 有 一次燒出兩瓶還不錯 所以我們就可以 請出我們的青蛙啦 不 殘除 如果沒記錯的話 上次發現好像有不同顏色 我們來挑選一下 小青蛙 不是 小殘除 都是紅色了 我來 不然我來選這些黑色好了 因為它有一點與眾不同 OK 怎麼老是走錯地方 對,在上面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把這個殘除召喚一下 然後 丟上12345 然後 確保你有8000點的能量 因為它會消耗8000點的能量 所以我們就開始 應該是可以成功 有啦 你得到Senta 你就會發現一些特殊變化 就是剛剛冒愛心 然後它的血量爆增到50點 然後還出現了一個 就像用命名牌標示過的名字 專屬名稱 你就可以確定說你成功了 你就有了自己的familiar 就是 庸獸 或者叫屎魔 隨便你怎麼叫 所以有了這隻殘除之後 讓它待在你身邊 理論上以後 我練藥水 應該有機率可以 增加比較多倍喔 然後就可以讓它自己 到處亂跑亂跳啊 然後 你可以Shift加右鍵 點它 它就會Dismiss消失掉 或者是它被幹掉了 它也會消失掉 但是消失掉之後 你有一個法證可以把它 請回來 所以說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看一下喔 就是這個 Rewrite of Summling Summling your familiar that has been dismissed or killed 用這個法證就可以把 這個消失的 庸獸給叫回來 其實材料算還蠻便宜的啦 就是花個1000點能量而已 所以我們有自己的庸獸囉 既然有了這個殘除了 那我們今天 再來試試看 能不能來做這個灰球的藥水吧 CHER 那灰球的藥水的話 是要用一個特殊的小玩意 就這個 Cantle Cantle 還蠻簡單的 我們先讓它待在這邊好了 其實我們可以用這個 把它帶著走 我們來做一個這個 然後需要一個R Toon Stone OK 剛剛有剩餘的一個 有啦 然後這個玩意兒應該就可以直接用了吧 Yeah 我們 我這邊已經 很早之前就用好了一個 這個石磚 其實就是把它放在中間 因為它 喔 拿這個 它其實就只有中間這個東西而已 它旁邊是浮空的 應該只是讓你可以自行設計它的樣子吧 就像架在兩個石頭中間那個 那個烤 那個鍋子有沒有 去野外露營的時候 把這個鋼盔倒過來就可以煮東西吃了 多方便啊 好 那我們把這個東西收一收 接下來就是比較危險了 這個危險的話是 Minecraft天性使然 因為我們要在下面點火 然後點火接下來就有一個問題就是 Minecraft的火焰或者是岩漿 如果在附近有可燃物的話呢 就會著火 然後就森林大火 然後就一發不可收拾 然後就悲劇 所以說我們現在要來 驗證看看會不會有 不正常的燃燒反應啊 因為我記得沒錯的話 你只要在附近大概一格到兩個之間 沒有任何藝藍物的話 它的火應該是不可能會燃燒的 頂多有可能會燃燒到植物吧 不是很清楚 我就待在這邊來觀察一陣子 然後呢這個藥水的話呢 我們一樣就是 有一點像Thunkride的那個cauldron 就是Thunkride乾鍋 各位都用過嘛 就是我們一樣就是 要給它加水 加水之後下面點火讓它加熱 加熱之後就可以冒煙 然後我們就可以丟入一些相對應的材料 來煉出一些特殊的東西囉 比如說我們現在可以來先嘗試一種東西 叫做紅石湯 Rainstone Soup 還記得這個紅石湯嗎 我們可以把它加在這個黃金杯子裡面 可以增強我們祭壇的能量 或者是恢復能量的速度 所以說我們紅石湯來看一下 需要狗舌頭 我應該以前已經有打過才對 嗯... T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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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怎麼拼啊 Tong... 對...沒有錯 Tong... 居然沒有狗舌頭耶 那其實有一種地方可以來刷這個狼 就是... 在...喔...真的燒起來了 哎呀...看起來不是很好 木光森林各位知道 木光森林有一個迷宮關卡 然後裡面會有一些... 生氣的狗的生怪裝 用那個就可以刷狗舌頭 然後在新版的灰球 就是1.7.10 我們都知道在地獄會有那個地獄犬 用地獄犬也是一個很好刷狗的方法 喔...真的會燒起來耶 然後把這個也打掉 所以我在這邊先觀察一陣子 確保它不會燒起來之後 我們等一下去木光森林來刷一下這個狗舌頭 OK...我們回到了木光森林啦 那我們根據小地圖 應該說這張地圖來看一下 就是這個迷宮 這個迷宮我不曉得以前有沒有攻略過耶 看起來好像沒有攻略過 但是各位可以看到你看 就是那個... 那個生氣的狗狗的生怪裝 然後打它 我居然第一次拿到成就 你看就可以拿到狗舌頭 算是一個非常讚的東西 然後... 我其實可以把它搬回家 我們用一個東西就是這個 用這個就可以把這個生怪裝給搬回家 然後我們再看一下這個箱子 這個箱子我沒有略過嘛 我還蠻好奇的 誒誒誒誒誒 幹什麽 不然就是我故意不打掉吧 因為那時候我就想到以後會用到這個... 會用到這個狗 生氣的狗 然後看起來這個狗舌頭的掉落幾率不是很高啊 所以我們可能先在這邊刷一下吧 誒誒誒誒誒幹什麽 剪刀 我們刷多一點之後呢 我們在這個生怪裝我看要把它丟在哪裏先佔存起來 OK OK 我決定就先把這個... 玩意兒丟在這邊 以後如果需要的時候再過來把它搬走吧 因為我沒有裝那個Better Barrel的關系 所以可以用兜裡移動它 或者是存起來 我們現在有9個狗舌頭啦 然後... 剛剛看了一下這個紅石湯的配方 還需要這個蝙蝠的矛 不過看起來蝙蝠矛我反而還比較多啊 可能是在地獄打火蝙蝠的關系吧 因爲其實地獄的火蝙蝠蠻多的 所以就比較高的機率可以刷到蝙蝠矛 然後呢 我們還需要這個Benedona Mandare 紅石跟這個Drop of Luck 這個才是難的地方 那還是我們只需要一個Refined Evil跟Water Brattle 跟這個Mutantus Extreme 所以說就是這些東西啦 拿一拿拿一拿 都拿一拿 所以說Refined Evil我需要一個啊 然後... Diamond Laper Demonic Blood 誒 這個不屬於藥水放不進去啊 居然放不進去 不過沒關係 把這個丟著 這個丟著 這是多的 把這個丟到這邊 然後呢 來去合成 Drop of Luck 耶 輕輕鬆鬆 然後呢 還需要什麽東西咧 Benedona 一個 還有Mandare Root 一個 還需要什麽啊 紅石 原來是紅石它嘛 當然有紅石啊 所以123456就是這六種 然後我剛剛想到了其中一個玩具 不曉得有沒有用 就是這個 Igniter 就是Tinker Mac Works 就是那個Draw Bridge 就是我們之前做自動門的那個會 就是你給它 一個紅石訓 它就會點火 所以說我們來拿一下拉桿 然後 看一下這要怎麽做控制 看一下喔 這邊打掉 這邊打掉 給它一個紅石 它啦 這樣就點火了 但是不曉得 Ritcher它是不是一定要用地獄炎的火啊 我們可以再試試看 然後 在正式做紅石湯之前 我在想能不能盡可能的 增強我們的 雙倍化的能力啊 所以說我們來做一下Ritcher的衣服好了 我們順便來示範一下怎麽做衣服 看起來主要就是這個皮革 1 2 3 4 跟5 6 7 8 9 10 11 11個皮革 然後都是Magic跟Diamond Vapor嘛 然後Magic 跟這個Diamond Vapor來拿一下 然後Magic 跟這個Diamond Vapor 做三份應該就可以了 因為我們剛剛算是11個嘛 然後呢再來是這個 這個螢光粉沒有關係 但是我們需要黃金線 然後黃金線的話 就看AI的做法嘛 我們需要一個 小麥捆 小麥堆 然後丟進這個紡織機裡面 我們的蜘蛛四季做出來了 但是它還需要再加另外一個額外的東西 就這個Whip of Magic 拿這個很簡單 材料對之後它就開始進行紡織 那我們順便來看一下另外一個 就需要苦力怕的心臟 拿這個一樣就是要打怪才會拿到 我們之前打了夠多所以已經有一顆 有啦 黃金線 所以理論上我們現在可以做出兩件囉 它應該只有帽子跟衣服 它沒有褲子跟鞋子 我們做出這個來 黃金線 一個 還有帽子 跟黃金線 兩個 然後呢我們可以來做一個stand S-D-A-N-D Armor Stand 裝備架 好 然後 再給它一個拉桿 看一下裝備架放哪裡啊 基本上這個就是 當你想要做藥水的時候 再穿就好了 它有渲染出來嗎 完全沒有 居然沒有啊 不過至少有穿上就行了啦 Yeah 這是 留著爆炸頭的巫師 你看穿這個帽子完全看不出來 看一下喔 remote has done 噠啦 不過這樣就沒辦法用那個帽子模組了 不過沒關係 穿上這套裝備之後 基本上做一些灰瓊兒藥水 有比較高機率可以多拿一瓶 但是我 覺得紅石湯可能 還是沒有辦法吧 因為紅石湯它算是比較珍貴的 比較困難的 比較稀少藥水 所以它有沒有雙倍化設定 這是不確定 那好吧 我們準備來做紅石湯啦 DOTT 拿一些玻璃瓶 基本上就是第一步先給它裝一桶水 下面點火 然後呢 叫你的好朋友過來 然後呢我們來給它這個材料囉 然後有點亂七八糟了 沒關係我們 把這個整理一下 這個丟回去這個丟回去 藥水好多 然後 Diamond Vapor Magic 然後 這個也丟到這邊來 Draft Lock Mandler Rook 或Bat 這個 還有什麼呢 Bella Donut 在這邊 還有一個紅石 總共六種材料 總共六種材料 一二三四五六 哦 如果你丟藥水的配方是正確的 它有成功運行 然後火它肯認得的話 你就會發現它這個 裡面水的顏色會進行轉換 轉換成差不多跟上面貼圖顏色一樣 你看是紅紅的 而且冒白煙 對 最重要就是冒白煙 如果冒白煙的話代表說基本上是正確的 所以說我們可以來 撈 好吧 果真只能做出一瓶來 不過沒關係 至少我們可以來升級這個瓶子啦 紅石湯 有了紅石湯之後呢 我們的祭壇 哇 更高了耶 一萬六千九 已經將近一萬七了 比之前多更多啊 所以還不錯 然後不用的時候我們就可以把這個火給關掉了 避免延伸出一些問題 我覺得今天進度還不錯耶 我們召喚出惡魔 然後成功收養了一隻這個 這個 擁獸 還 做出了紅石湯 那接下來的話 灰球的下一步我們可能就是要 跟Carven Witch交朋友 就是上一次有提到的要跟這個 聚會女巫交好朋友 有了這些女巫之後呢 你以後要做更高級的法陣跟祭壇之後才有辦法運作 那再來還有另外一個路線也可以先去挑戰 就是通往夢境世界啦 那夢境世界的話呢 是好是壞說不定 但是呢 你有很高的機率會是壞的結果 所謂壞的結果就是你可能會遇到 Nightmare 就是夢魘 夢魘 但是呢 你有極低的機率可以遇到好的結果 就是 這個 清爽明亮 和平包容友善的白天啊 就不會有夢魘啦 那 喔 這個 Ars Magica的隕石常常會在旁邊掉下來啊 其實我應該要做一個 防隕石的裝置 Ars Magica它那個Stand可以 防止隕石掉落在你的附近 說是防止它比較像是吸引隕石集中掉在某個地點啦 好啦我們剛剛說的就是去夢境世界幹嘛 夢 有一些特殊的植物跟材料 只有在夢境世界才找得到 像是 好像是這種東西吧 類似一些特殊的棉花啊 植物啊 只有在夢境世界才找得到 而且你去夢境世界 你必須要一無所有的過去 就是你的所有的裝備 你的所有的道具 都沒有辦法帶過去 不過呢 那我們有其他的方法可以來突破這個障礙喔 那也許下一集就可以嘗試看看了吧 不過今天就先簡短到這邊結束了 那今天就到這邊結束了 感謝大家的收看啦 今年還蠻順利的 希望大家會喜歡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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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ercialами Pin by bwd6